直播把9月15日训VAR技术上赛季已经在一甲投入了使用,但本赛季的欧冠赛场上,这项技术依然不会出现,尽管欧昨年此前曾透露VAR技术会在未来投入使用。 在本周末的联赛之前,国民主帅斯帕莱蒂对于VAR技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,他说,我已经多次表达过自己的意见,那就是我100%同意VAR在比赛中的使用。 这当然包括了欧冠赛事,欧昨年主席已经表示这项技术在未来会投入使用,但在此之前仍有一些路要走,在意大利有着一些非常棒的裁判。 他们达到了年龄的限制,今年依然会出现在一甲赛场,由于在生理方面的问题,他们不是总能够尽可能精确的观察一场比赛。 但是,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,这个过程需要他们,如果是我的话,我会考虑这方面的因素,不会让他们带出一甲赛场。 在这个旅程上,我们从上赛季已经开始了准备,尽管我们曾遇到了一些麻烦,以国民拥有的球员,我们有多名球员,都可以应对三天切一场比赛。 在一周双赛的情况下,我们必须考虑多个方面的因素,我们要知道之前的比赛结果可能会影响到球员在之后比赛中的激情。 我希望球员们能够充满动力,尽管我们已经有数年没能出现在欧冠赛场,但是我们在这项赛事中应该有所追求,正如外界所希望的那样。 我期待着球员们在欧冠赛场上的表现,我期待着他们能够展示出取胜的决心。 二冠 二冠